会台的31条政策在甘肃落实得非常到位 每一个台湾青年企业家到西部发展都能得到会台政策 得到31条 这五年来他们发展得非常快 也给他们一定的平台 台湾青年也很满意 他们也经常跟我有交流 有沟通 我经常也问他们 咱们国家的会台政策 你们有没有享受到 他们说该享受的都有 他们还想积极在享受 我认为他们非常满意 在31条政策上面能够全覆盖 让台湾青年在大陆 在西部 在甘肃的发展 能够充分得到大陆给他们的政策 体会到党给他们的温暖 特别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的大政方针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互健考察的时候提出了 以肺出龙 以情出龙 以通出龙 这些都是给台湾同胞的一种温柔的体贴 确实在政策方面也给他们享受到 让他们体会到大陆所提出来的这些政策 都是能够实现的 能够让台湾同胞享受到的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我们党对台湾同胞的一种关心和关爱 做出了政策 让他们能够在大陆能够安心放心 能够一心一意地发展他们的经济 能够让他们更好的体会到大陆的温暖 体会到在祖国的怀抱的一种优越感和幸福感 这是我这几年看了每一个台胞在大陆发展的 他们都非常的充满了信心 他们经常交流 他们愿意把青春洒在大西白 洒在甘肃